一個禮拜在政治上會非常的熱鬧 禮拜四 禮拜五的時候 立法院就要針對萊豬的行政命令 做表決 但是禮拜三的時候 就已經要夜宿立法院了 到時候會不會演變成 太陽花板的豬肉板 這個可能就要到時候才知道 但是現在民進黨立委 壓力非常大 一旦他們的表決 配合黨一的話 他們就會貼上一個標籤 叫做萊豬立委 或者更難聽的獨豬立委 所以現在民進黨立委 每個人都很緊張 來聽一下他們的說法 我是覺得在這次的萊豬事件 民進黨很可惜 沒有把它說明得很清楚 因為它其實原本是很單純的 科學的問題 萊豬立委 獨豬立委 這樣的標籤會不會很沉重 非常沉重 這個壓力已經大到 他們現在有焦慮症了 我真的覺得 還沒有吃到萊克多巴 他整個焦慮心悸的狀況 已經陸續出現 你看林俊憲他是很敏感的一個人 我們應該都知道 他直接講了 民進黨沒講清楚 到底什麼沒有講清楚 是說萊克多巴胺對人體的影響嗎 他認為說沒有把整個事件 他的科學證據 到底對有沒有影響 其實藥豬你覺得講不夠清楚 我覺得從8月28號 該講的都講了 因為阿中部長 我只有印象最深刻 他說正常健康的人 吃好幾輩子都不會有事 對 33塊豬排 我想說到底真的都沒有事嗎 可是他又不願意吃 對 那你如果要講清楚說明白 你就把一些證據攤開 然後說我吃萊豬 所有證據都 那你從頭到尾 他所謂的科學證據 就是Codex那個 Codex那個證據到現在 我也不認為是證據 我覺得他們都很被動 比如說這個蘇偉碩講說 搖頭碗的事情 後來蘇偉碩說坦承 我覺得他至少他願意承認是錯的 不是250倍 是0.25倍 可是倒過來想 就算是0.25顆的搖頭碗 我也覺得我不想要吃 其實林俊憲 俊憲 我真的要跟你講 你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你們現在插的只是 民進黨媒道歉 我講真的 我們現在退一萬步來想 今天如果不是蔡英文總統 隨便一個人 只要願意出來說 對不起 像賴清德一樣 再一個賴清德 你覺得剩下的23號 24號 還有什麼戲好演的 沒有 可是有沒有可能做 待會我們會講兩篇社論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們這麼講 這整個所有的焦慮 其實我覺得來自於 當然其中一個是 國民黨現在的空軍總司令 羅志強 他們的焦慮是什麼 所有的人 大家一定會點名做記號 你看當自由時報 在訪問這些綠委 這些民進黨立法委員說 你們感覺怎麼樣 所有立法委員本來 應該會說我們支持 我們應該就一致性投票 可是你看這些民進黨立法委員 怎麼講 這個平安夜不好過 留下支持萊豬表決記錄 畢竟不是輕鬆的決定 對未來選舉有傷 最近的還是2022縣市場選舉 朱農配套還沒有好 結果立委進場表決 的確有些不踏實感 你們什麼都沒做 要我們這些 有民意基礎的付出代價 你不覺得 他似乎都要講這句話 但是民進黨有沒有停 沒有 他還繼續的在操作 所謂的大內宣 大內宣是什麼 今天竟然出現一個 民進黨內部民調 你相不相信 各位國民大會的網友們 你相信這個民調的 你給我減1 不相信的加1 7.7%不滿意開放美豬牛 也就是92.3%是滿意的 你相不相信 這是讓我三觀整個顛覆 這我怎麼替你解釋 然後我們今天把所有的場景 移到之前 201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整個所有大學 包括高雄 福大 雄中 很多的那種大學生 組成了一個大學聯盟 然後那時候林非凡是什麼 台大研究生協會代表 這個聯盟在凡什麼 這個聯盟當初在凡瘦肉精 林非凡現在的話 此起彼落 你把那時候的落 現在那個起你看看 以WTO的規定 只要開放含瘦肉精的美牛進口 各國的瘦肉精作品任意通關 怎麼現在跟所有藍尾講的話 都一模一樣 林非凡也打自己的臉 他還試圖在做宣傳 不過這個立道 這個是民意對不對 這個是網易 羅志強現在擁有一百萬的粉絲 你看看他只要點名誰 誰就倒楣 現在點名蔡世英 要選哪裡 基隆市 現在所有的人 他發起一個活動叫做 懸崖勒豬 別戶萊豬 第一個被點名的蔡世英 我跟你講他整個臉書被灌爆了 這個是羅志強 可以測試他的臉書功力 上千則留言 一直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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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知你剛剛特別講到說 綠營的媒體 主流的媒體 尤其是有影響力的總編輯 他們都已經紛紛寫了社論 他到底寫了什麼 你看看自由時報 我相信耀州 韋翰 你們對這位應該 講到周錦文 周錦 這個立正帳好了 全部都要立正帳 所以他講話有沒有代表性 有 你看看他寫什麼 領導者的膝蓋 他主要是從李登輝 在1998年 那個時候是為了把農地 釋出來做買賣 李登輝那時候 不惜講出一句話 我講台語比較傳實 不然你是要我跪下 拜託 這種事可以與實際俱進 趕快接受的觀念轉過來 他用這個說 當時李登輝算不算半個強人 他都願意用下跪的方式 當然不可能跪 我願意跟你們妥協 然後來換得大家意見改變 可是周錦說 現在領導者的膝蓋沒了 現在連這麼做都不做 如果站在台上 自我感覺良好 要其道歉不如要他的命 他們拿李登輝 來比現在的領導者 當我們在笑話共產黨時 台灣的領袖如日中天時 除了李登輝 曾經願意表態下跪支持外 並且證明毫不減損其威嚴 誰可以放心的示弱 示弱是需要勇氣的 我覺得周錦在裡面的論述是這樣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林俊憲現在欠的不是說明 現在說的是一個道歉 他的意思也是 如果現在有人願意 這麼勇敢示弱的道歉 很多事情其實落幕了 執政黨該整對了 不是蘇貞昌一個人的事 你換了什麼 你換了不見得有 但是民進黨很多該做的事 值得把它同步做好 才能夠贏得人民的敬重 這句話代表的是整個綠營 包括媒體的焦慮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 蘋果平常應該也夠支持民進黨 他下了這個標題叫 民進黨還來得及 因為什麼 快來不及 連這樣子的社會他都寫 如果反覆推翻 總是自己最堅持的基本價值 我們看紅色的就好 這些我們大概都不想再講了 甚至還想 卓氏 金野氏 通吃全拿 硬拗的意思 他這個文章在講 你如果一定要硬拗 你會兩頭空 恐再次面對2018年 以那個時候翻船的慘況 在這個四年後 為什麼我們會失去民心 其實這篇社論 它也只是在講一個觀念 你現在只是在硬拗 這兩篇所有天綠營的媒體 只是在講一個觀念 誰有勇氣道歉 當道歉出來之後 也許23號的夜宿 跟24號的點名 甚至1月1號的開放 很多都解決了 可是這兩篇社會告訴你 當今執政者有沒有那麼做 沒有 好 剛剛特別講到 要罷免萊豬立委 可是現在如火如土的是 要罷免高雄市的議員 黃捷的這個連署已經過了 投票日期就在明年的2月6號 不過現在很多選民希望黃捷 可以兌現他自己 開出來的基本的標準 他在韓國瑜罷免案 第二階段連署成立的時候 他曾經呼籲韓國瑜 你要知所進退 這麼多人連署你 你就自己辭一辭吧 黃捷現在他的第二階段 也過了 案子也成立了 他是不是應該要兌現 自己的標準呢 我們先要講 黃捷現在面對的狀況 是小綠的天災 就是你現在 明明你很支持民進黨 可是民進黨在逆風的時候 你確定他很支持民進黨 我們等一下就要講到了 就是你內心支持民進黨 可是你口頭上一定要 想辦法中立一下 以前我們講的 最簡單是罷免以前很難過 大家都知道根本不要嘗試 可是現在已經變成 一言不合就罷免 看看那璀璨的韓國瑜的煙火 是不是罷免成功 於是你罷免我 我也要報復你 當年在罷韓第二階段 連署突破55萬份的時候 黃捷站出來了 當年就今年 就中肯 因為隔了對我們來講 隔了好幾個月了 他站出來 中肯講說我也要呼籲市長 真正的勇敢是拿得起放得下 市民早就死盪你了 還是之所進退 自己辭職下台 把高雄還給高雄市民吧 但是結果 你一開始講那麼秋 你記不記得 當年黃捷最秋的是講什麼 他說那個鳳山鳳之很難寫 他笑他的選民 不會寫鳳 那好 結果最後 第二階段他也過了 過了之後怎麼辦 你知道鳳山清潔隊 之前他們黃捷就一直笑 一直挑釁 一直回應 到最後 現在到了第二階段的時候 真正危險的時候開始 因為你的討人厭的程度 決定了你最後真正的罷免 會不會過 可是他後期還滿低調的 這樣都沒有保護到他嗎 不夠 不夠 為什麼 因為有綠營粉專 說抗中保台 一定要救 一定要救 那你說綠得更積極 不是 綠得想說要保他 可是你看底下的留言 就有人講了 你看過去對韓國瑜喊 又老又窮 他的意思是 那個時候韓國瑜在選的時候 他也跟著講高雄又老又窮 是瞧不起我們花媽嗎 他有嗎 有 真的喔 他們說有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在選舉的時候不需要貼那麼近 結果他說最近 你又點陳其邁了 說什麼路沒有鋪好什麼東西 那我們要選背骨的 不用多他一個人 台北也有一個 台北也有一個 那個背的又在唱烈心歌的 很恐怖好不好 好 另外還有人講說他哪有抗中保牌 沒有沒有 什麼思想搖擺等等 所以現在黃捷也很緊張 但是來了 我們要進到一個真正精彩 大概接下來你會看到 非常多笑話的一位男主角 叫做王浩宇 我告訴你 你這邊還來不及做到一件 今天最好笑的事情 原來王浩宇在那邊 不是很秋條嗎 然後霸王總部就說 那不然好 來辯論 敢不敢 你知道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霸王總部想說你王浩宇 恐怕不行 沒關係 我們單手讓你 你挑主場 再三立 三立 然後我們讓你挑隊友 那不然就挑焦糖哥哥 或什麼鬼才阿水這些 阿里布達的徹藝來 或採兵 通通幫你 結果你知道今天三立 跟那個霸王總部講說 不好意思 沒有辦法辦 為什麼 王浩宇不答義 就是這麼妙 連之前這麼嗆 他今天還又貼了一個資料 你知道如果今天 他不是民進黨的人的話 一定被檢舉跟提告告死 你知道他今天說 你看我這邊有一張圖 是花蓮竟然連公車站名 都有簡體字 可惡 他沒有講那麼多 他就貼一個怒的符號 但你知道結果後來 大家一去查怎麼樣 花蓮網友講說 這底下可以選語言 你選到簡體中文 所以他自己設定簡體字 那應該要抓使用者 所以你看大家就講說 這是島嶼天光光榮中立 因為中立也被拖累 就是大家看到中立選民就笑說 你能選一個王浩宇怎麼這樣子 他們喊出一個口號說 要找回一個沒有雨的中立 中立哪時候有雨 中立還滿常下雨 他不是全省到處跑嗎 長居在高雄 這個實在是很奇妙的一個狀況 所以不要說長居在高雄 最近不是在廣花蓮 所以你知道私底下 我們問霸王總部 霸王總部說很多人來幫忙 都是綠的 很多派系其實不是藍營的 你說包括綠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他說藍營要霸他是因為討厭 但綠營要霸他是空下來一個位置 大家分 而且投他的人一定都支持我 所以王浩宇大概是在所有的 罷免人當中機率最高的 那為什麼機率高 你看他以前怎麼講 王浩宇在2013年的時候 他說民進黨爭多敗類 這世界上能夠加入一個 自己罵敗類多的黨 讓他敗類又人數又 沒有辦法解釋到底是變多 還是變少的人 他是認同敗類 是這樣子 我罵你敗類不代表 我不喜歡當敗類 其實我們是喜歡敗類 好 所以我們這樣講 王浩宇在這一次的 罷免過程當中 除了笑話擺出之外 他的被罷免成功率 真的是最高的 你確定嗎 在明年1月11號 沒有 我沒有說他一定會被罷免 但是不死也半條命 好 1月16號就可以知道了 蔡英文在24小時之內 跟蘇貞昌三度同台 而且現在記者居然還問蔡英文說 蘇貞昌是不是你的情人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